全台高值总共有93个科系 到底该怎么选呢 快来看486团购网 制作的高值大探索 教育专题 哇 卖场好大 东西这么多 要怎么放上去啊 这么高 当然不是靠能力哦 从堆高机放上去的 有这种工作啊 如果要开堆高机 我要念什么科系啊 那就要念重机科咯 重机科来讲 我们的全名应该叫做 重机系修复科 那我们简称重机科 课程内容来讲是 动力机械群 跟汽车科是同一类群 课程来讲主要是着重在 挖掘机 缠装机 堆高机 这个课程来讲 刷环的修复跟操作 正照来讲我们会考 重机械修复丙级 那二年级来讲 我们会着重在 气压的实习 下学期会在 电供电子的部分 气压部分会搭配 气压丙级的考试 三年级来讲因为它可以考 以及气压的以及 重机械修复 主机 修复类其实就跟汽车一样 一般的印象就是黑手 这个环境的就是会比较脏 有没有办法那么舒适 持续待下去的话 而且技术能够熟练的话 其实亲自待遇还不错 而且有技术类的 比较不容易被取代 像有些挖掘机的修复场 它的起薪就可以到三万二 在业界来讲是蛮缺的 进来之后也遇到了一个很好的老师 他也带领了我们班可以往更好的方向前进 当初老师有提到 可以做一些科展之类的东西 可以尝试新的东西 就放手一搏 然后去参加了科展 然后也得了名次 原来开对高级 没有想象中那么轻松 每个工作都有辛苦的一面 重点是啊 无论工作 还是选择科系 都要选你所爱 爱你所选 不要放弃